捧着以前的故事 哦,那个时候每一家每一户都有一个龙 这个龙有点相当于我们现在的 四车飞机哦,每一人有一个挂哦 只不过那个时候呢 用的是生物颜料,很环保,晓得对吗? 所以我们呢,我讲讲这个故事啊 这个故事呢,开始与遥远遥远的鬼族 哎呀,在那个昏天黑日里 有一个人,他是年轻的骑士 哎呀,当了叛徒的嘛,你说人们好坏哦,当了叛徒 哦,杀得我们的战士昏天黑暗的 哎呀,好杀得你看